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同事对脸拍,洋洋五官硬朗,洋超越甜美,看清肖战,羡慕了。 大家都知道对脸拍照是非常考验人的颜值的,因为如果你离镜头太近的话,五官都是会放大很多的,而且有一些瑕疵也不容易修饰一下。 不像远景可以摆个pose什么的,但圈中明星们的对脸拍还是不少的,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 首先要说的就是洋洋了,洋洋在我们的印象中一直都是十分干净清新的。 她在和郑爽合作的那部剧版《微微一笑很清澈》饰演的肖奈,一脚更是一度成为了万千少女心中最完美的校园男神。 其实她也是有硬朗的一面的,上图中她留着短短的寸头造型。 对脸拍出来的五官男人味十足。 杨子也算是观众们看着长大的了,从小时候开始。 她就是万千观众心中的那个小雪了。 如今的她也早已成长,为了一个有颜值有实力的演技派女演员了。 饰演的很多部电视剧都有着很好的反响。 上图中对脸自拍的她。 一张小脸圆乎乎的,可爱十足。 杨超越虽然是选秀出身,但是她的人气一直都也是很高的。 主要是因为她本人不搅柔造作的性格很为她吸粉。 再加上她甜美可爱的颜值和好身材,更是让她被称为是火箭少女的颜值担当。 上图中对脸自拍的她十分清纯,就像个女大学生一样。 最后一个要说的就是肖战了,她出道也有五年的时间了。 去年因为在陈情令中饰演的魏,无限一角成功让她大火了起来。 打来知名度的同时也获得了更多人的认可和喜欢。 而上图这张对脸照是王一博拿着摄像机拍出来的。 我们也可以看待就算是这么近的距离了,肖战的皮肤状态也是非常好的。 五官也都是零瑕疵的,着实让人羡慕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